7. 热能 生命要靠身体的组织器官运作来维持 组织器官正常运作需要热能来推动 而热能主要是食物经组织器官吸收后转化而成 故组织器官运作与热能作用是相互依存、协同进行的关系 在此情形下 以热源改善热能不足 热能不会只增不减 比如僵 虽经组织器官吸收后可转化成热能 但维持组织器官运作却会消耗热能 同理 以按推改善体伤 热能不会只减不增 比如按推压痛点 虽会消耗热能 但改善组织器官运作却有助于将热源吸收转化成热能 可见改善热能不足 不能只靠热源 还要配合按推 以力吸收转化 改善体伤也不能只靠按推 还要配合热源 以共运作所需 所以按推与热源 不仅需病用 还需在身体的承受范围及运作下 才能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达到保命及疗愈疾病的目的 从生命的角度来谈 我们生命要维持下去 一定要靠组织器官正常运作来维持 那组织器官正常运作需要热能来推动 这个在诊断与治疗一开始前面都有讲 所以很明显的 生命一定要有正常的组织器官运作 还要有一个后面的推动力量 也就是热能 那这样我们生命才能维持 所以我们如果就疾病而言 之所以会有疾病 不外就是第一个 组织器官不能维持正常运作 也就是我们说的体商 第二个就是 你能量不足 以维持组织器官正常运作的热能不足 所以这个热能不足 也就是另一个疾病之因 所以最后总结出来就是 体商及热能不足 就是我们疾病之因 那在这里提的也是从生命的角度 来谈热能也不得不从这里来谈 那热能的重要性我们前面讲 如果你热能不够 不足以维持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那就生病了 那如果热能完全耗掉了 那组织器官也不能运作 那就更惨 那连生命都不饱 好 那这样看来热能这么重要 我们就说 那热能到底是从哪里来 热能我们前面也有讲 主要是靠食物啊 靠食物而来 那食物经组织器官 吸收转化合成的 就可以提供我们应用 不管是含粮性或温热性食物 这在医疗与保健都有提到 这不再重复 所以我们很明显 你看那个热能需要食物 那食物又需要组织器官来吸收 那组织器官的运作又需要热能 所以它是彼此都有关系 相互依存 协同进行的关系 所以最后的结论 故组织器官运作 以热能作用 是相互依存 协同进行的关系 所以如果了解了 这样的情况的话 那我们以热源改善热能不足 我们都说热能不足 一定要用热源 但热能 会不会应用热源之后 一直只增加而不减少呢 不可能的 因为你在吸收的过程中 同时也在消耗热能 因为热能要维持 组织器官运作来吸收嘛 前面已经讲了 这里就举姜 姜的例子 姜虽经组织器官吸收后 可转化成热能 但同时你要维持组织器官运作 也会消耗热能 所以它等于一方面在帮助 把热源吸收转化成热能 一方面又因为它组织器官 要维持正常运作又在消耗热能 所以热能在这种情况下 不会只增不减的 是不可能的 那反过来说 同理啊同理 以按推改善体伤 我们知道按推会消耗热能 但这里就讲 热能也不会只减不增 不能单方面的看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按推压痛点的时候 虽然会消耗热能 但同时也会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却有助于将热源吸收转化成热能 所以按推不要单方面的想 哎呀这样按推一定会消耗热能 不见得的 而且你按推体伤 把体伤解决了 它运作更顺畅的时候 更容易吸收热源 反而有助于热能的不足 从这个角度 所以可见最后的结论就是 可见热能不足 你不能只靠热源 以为一直补补给它就可以 如果它有体伤不能吸收 你也没有 你那个再多的热源也没有效 所以可见改善热能不足 不能只靠热源 还要配合按推 以力吸收转化 同样的改善体伤 我们知道体伤有问题 你当然要靠按推 但按推会消耗热能 所以你要把疾病解决 还要配合热源 要不然你一直按推 也会消耗热能 那怎么办呢 所以你按推完 为什么我们说 一定要再配合热源 以供运作属虚 就是这样才能达到 同时解除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从这一句话 我们几乎已经看到 热能要增加热 热能要改善热能不足 不只要靠热源 还要配合按推 同样的 你要改善体伤 也要配合热源 以供运作所需 所以这样来看 两者是体伤以热能不足 我们前面讲 是互为影响 那同样你按推以热源 也要互相配合才可以 所以按推以热源 不仅需并用 这里就特别强调这个 中医最大的问题就是 按推以热源 他们未必并用 比如他们一针二灸三用药 从针 针刺社会来看 有些人针刺社会 也未必会灸 或未必会开药 同样开药的人 他未必会帮你针灸 所以 但在原始点 这一点就特别强调 你看从理论上讲了那么多 最后的结论就是提出 所以按推以热源 一定要兵用 那这里因为用词说 不仅需并用还需怎么样 还需要考虑患者 人火承受 而且更重要的 不是按推热源有效 还要怎么样 组织器官运作顺畅 才可以顺利把热源吸收转化 然后也可以改善体伤 这样才能够改善 我们体伤跟热源不足 然后达到我们要的目的 就是保护疗疑疾病 原始点最后 从理论上也点出了 按推以热源必须并用 而不能像说你是内科你就开中药 那你是外科你就用针灸 是不分科的 而且每个患者来 几乎外内热源都要跟针刺穴位互相配合 这样应用 那原始点就是这样 如果是轻壮症 按推为主热源为辅 两者还是要用 那如果是重病患者 以外内热源为主 然后按推及其他保健方法为辅 所以原始点在诊疗上 按推与热源 是已经完全结合 那所以简单的讲 中医如果要解决重病患者 他必须要一针二举三用药 同时应用 而且要灵活应用 因病情的不同 而善加来使用针刺 或是以热源举根药 这是需要就是结合的 而不能分开的 但好像现在中医 也受西医的影响 很多都又分内科了 甚至有针灸科了 在我看法 这是不对的 好那这里最后的结论 就是由此观之 你炎药改善活 也就是你各种方法 一针二举三用药 或按推与热源 要来改善疾病 你一定要透过身体 这全面已经讲了 如果你不谈身体 就如同你汽车的冷气 你只强调 只要加汽油就有冷气一样 这不对的 一定要汽车里面 有这种空调的设备 你才有冷气 那加汽油只是一个盐而已 终究还要透过 这些设备的运转 才能产生空调出来 那同样的 你这些方法要有效 一定要透过身体的运作 你才有办法 不谈身体的运作是没办法 所以这里也说了 你这些方法要改善火 也就改善疾病这些 你一定要透过体质 所以下面这一句话 唐若就是如果不谈身体 承受运作 也就是身体第一个 它要能承受才有效 然后它要维持正常运作 才能吸收 如果你不谈这个 却只强调 那个按推还有热源 有致病功效 那这个很明显就犯了 气阴谈炎 而说炎治果的过失 气阴就是 不谈体质 却谈你那个 治疗的方法有多有效 这个都是 犯了炎治果的过失了 说炎就能治病 而这些方法能治病的过失 这是不对的 那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现在西医 说医疗方法可以治病 或吃药可以治什么病 在我看法 这个是不对的 即便你是属医疗 也不能这样说 那你说保健不能谈治病 我同意啊 保健不能说有治病功效 所以姜也没有治病功效 热源也没有治病功效 但同样的 西药也没有治病功效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病之所以人好 一定要有盐有因 也就是这个盐 能改善我们疾病之因 才能彻底疗医疾病 好 这一段谈的个人 就是把这一个观念 进一步再表达出来 身体随时都在运作变化 消耗热能 生病时消耗更多 体质会变得更寒 既然更寒 为何还会出现各种热项 究其原因 此阶有体伤及热能不足 所致 所以在处理上 不但不可冰敷 及服含量性药石 还需在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换处痛点后 配合热源温脂 可见体内的热能 只会不足 不会过多 因此不存在 所谓热性体质 既然如此 那么生病时 中医据以判定 热性体质的一切热项 如怕热 口破 口苦 口干 洗冷饮 红肿 灼热感 发烧 潮热等 寒热性体质的一切寒热项 如虚寒火 忽寒忽热 上热下寒 表热里寒等 只要外置守法 及外内热源到位 即可化解 故不可将果作因 误认为真有热 或寒热性体质 这一段虽然很短 但却非常重要 而且这一段 就是我说的 跟中医 寒热辨证 起了很大的不一样 那原始点 它是做出来的 那做出来之后 才把理论写上去 所以这样等于写跟做 是可以完全一致的 那以我们这样一路做下来的理解 我们认为是这样 身体随时每分每秒都在变化 不可能停止的 从你生下来它都在变化 那在这个变化过程都会消耗热能 尤其是当你一旦生病的时候 因为身体要 生病的时候身体要修复体伤 它一定会消耗更多热能 所以体质会变得更寒 那既然更寒 为何还会出现各种热相呢 后面有写 比如口干舌燥啊 怕热啊 洗人瘾啊 这一类的 中医都会认为 这个就是热相要开含良药 就认为人的体质有热性体质 所以要用含药 但我们说生病的时候 体质一定变得更好 不可能有热性体质的 那出现热相 那热相是果啊 体质是因啊 两者不能混养 热相 你口干舌燥不代表 就是热性体质的 所以这一点 就是一提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 就其原因 因为所有这些 表现不正常的热相含相都好 其因皆由体相及热能不足所致 那不管含相热相 在原始点的看法 它的处理方法 一定不可冰敷 也不能浮含良性药 而且还要按推原始痛点 如果没有立即改善 还要按推幻速痛点 然后按推完还要配合热源 热源当然指的外热源 必要的时候比较像重病的时候 有可能还要用到内服的热源 类似这样 所以这里已经讲得很明白了 那这样说来任何体质都要这样做啊 那这样还有什么热性体质可言呢 可见体内的热能不足 不会过多 因此不存在所谓热性体质 我这句话 是很笃定的 而且这么多年来 原始点做过的案例 实在多到不行 然后世界各地都在做 我即便现在在讲课 我相信现在全世界 还有很多地方都在做原始点 那他们的案例 很多如果有精彩 有时候都会传到基金会来 那现在大家都这么做 再严重的疾病 很多都可以解决 那明显 哪来的热性体质呢 所以这个从事实 尤其经过这么多年前求的志工 都在用原始点 那就更可以看清楚 这一个应该是一个真理 没有什么话好讲 那既然如此 那我们进一步来解释 因为中医从皇帝念一经开始 他就有寒热的分辨 比如说在树问里面 他们就有提到 树者就是脉搏跳得很快的话 热 这代表是热性体质 那曼谷跳得很慢的话 含也 那热者含之 含者温之或热之 就是你热性体质那你就要 用冰敷或是用寒凉药来吃 那如果是寒性体质的话 跳得很慢 那就应该要用温补的 或是用温敷的 像揪的 从一开始皇帝念经事就有提到这样 但问题我在临床做到现在 几乎这些在中医看来就是 很明显的热性体质的 我全部用温敷还有按堆 就能够解针了 那就代表 尽性输不如无输啊 所以有些中医如果要有 就是创新 然后要解决这些疑难杂症 甚至危急重病的患者 这一点这一关 变得非常重要 我也看到很多重病患者 到基金会来 然后他们有提到 就是吃了含良药 比如他便秘 便秘在中医讲 哎呀这个都热 热 然后他们用一些马子人丸啊 甚至 陈气汤之类的 来卸下 但一卸下之后不得了 患者体力就变得急需了 那我们说重病的时候 好转与恶化不是在看症状 虽然他便秘是改善 症状改善 但体力变差了 在原始点看法就是恶化 不是好转 我再举一个例子 早期我太太 已经进入安宁病房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乳癌患者 也进来 情况蛮危急的 所以有时候我就会去创门 基于关心 也基于想了解 为什么这些乳癌患者会这么多 然后我去看他 就是老师喉咙有卡痰 这个很明显啊 这个就已经是属于 如果中医就是早期 我就会变失重 所以我会开半项祸祸之类的药 半项祸祸祸汤 那我以这样为加减 也就是开温热 他吃了还蛮有效 那他就是希望说 我能够再开给他 那因为当时在别人的医院 他们医院虽然是西医 但也有附属中医部 我就建议患者 你不妨要求医院配合 就是西医配合中医 开一些中药给你 然后再隔几天 我再去他的病房看 哇他突然间情况 已经恶化了 而且变得蛮严重 然后听说 也一直在拉肚子 我百事不得其解 我说那他家属因为来 来我太太的病房嘛 讲说他情况蛮危急 然后叫我去看他 我一去看 我说怎么会变这样呢 他不是中医医师有开药吗 他说是啊 那我说你把药单给我看 我一看 唉 我只能爱生叹气 因为开出来的 都是像一些 银花年翘半枝年 板南根之类的药 当然也有加几味中药的平温药 但很少 我一看 哇完了已经 都已经身体那么虚了 怎么还会开寒凉药 最后我才清楚 因为我看过很多中医师开的药 都会开 尤其肿瘤的患者 他们都会开这一类的药 理由很简单 因为很多中医师也受新的影响 因为他认为 重病 肿瘤就应该以毒攻毒 或是以寒凉药性 然后经大家的 就是很多人研发说 哪一种中药对癌肿瘤有效 然后他们就不管他的体质了 就尽量开这些寒凉药 然后结果这样 马上让患者 就一下子 体力急速下降 然后情况很危急 然后我记得这个患者 好像经过几天 吃完中药几天后就往生了 所以别看中医没有危险 如果当你一旦到 已经危急重病患者 热能已经快耗尽的时候 然后你还把这些热项 也就是你认为 这个就是热性体质的 这些热项 然后开寒凉药 那这个就很难挽回了 而且我常常在看像口谷 我们举口谷就好 口谷很多都会用 比如小柴五汤啊 甚至有一些会用到 龙胆泄肝啊 之类的泄肝活的药 但很多口谷 你都是头部体伤 你只要把头部按一按 那个口谷 它的味道就变回来了 很明显的 那如果你用寒凉药 它的体伤还会加重 口谷是不会好 所以这些都是 我认为 尤其走到现在来 我更坚定 这绝对是中医的一个盲点 这一个如果中医不突破 我认为它很难再往心跨一步 所以我认为 第一个 这里犯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中医犯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把热项的症状 当成热性体质 症状是果啊 体质是因 怎么会把果当成因在治疗呢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但也因为几千年来 也没有人去突破这样 所以之后的流弊就很多了 为什么会产生后来的 你看从皇帝内经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看 张仲锦的《伤寒论》 那《伤寒论》里面也有开 比如太阳病的太阳篇 很多桂枝汤 麻黄汤 小青龙汤之类 是用温热药没有错 但里面 到了阳明篇的时候 又会开陈气汤 甚至在太阳病也有开白虎汤 含良药之类的药 那就很明显 他在六经辨证的时候 也有开温热药 也有开寒良药 这已经也是受 皇帝内经一路下来的 脉络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承袭过去而来 那到后面 就随着时代 比如李东凡有温补脾胃的学拜 到了明清时代 甚至还出现了温病学拜 都已开寒良药 到后来中医又有 补神派认为一切病 都是因为阳不足 才产生的 那阳不足就是要用温补的 所以你看他为什么会偏来偏进 每个人都看到某一方面 那表示从一开始的源头 就会有这些问题 那随着每个时代的认知不同 然后每个医学家的 也在看法也有不一样 所以就形成各门各派 我自己也是中医的一份子 我这些流派还有各种 你当一个中医师 什么派都要鼓 所以从皇帝念经一路 被伤痰论到金规要裂 杂病心法 到温病学派 到后来又看到有否神派 一路看下来 各种说法确实互相矛盾 那这样在中医界已经存在很久 也没有人去统医 谁也不服谁 这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 那我自己在 对中医是有一点感觉 还是有感情的 但从这一个角度 从理来上我觉得中医如果要再往前进 这一部分一定要有人出来 真的来几步啊 要不然中医到了重病是很难做出来的 那这么多年我在推广原始点也很奇怪 如果我讲这一句话是错的话 那中医界尽可以来挑战我 我我很坦然的 你只要找一个你说的热性体质 然后我做不出来 我竟然非得用寒凉药来解症 不可的话 你只要人提得出来 只要一个就好 不要挤太多 你挤万个你只要人找出一个来就好 那不就是可以把我这一段的文字 全部推翻了吗 所以中医界应该 也很多人都有读过原始点 但为什么还容许我这么宽容大量 容许我在这里一直讲这样的话呢 而且跟你们所学的很多是有出入的呢 所以我也很希望他们能够提出来 而我们实际做 然后甚至都可以现场转播都没关系 就任何的一类病人 你只要挑出来看哪一个是热性体质 所以从这里我们有一句话说 是马是罗 拉出来六六就知道 原始点他是做出来 他不怕这样考验 所以我记得早期 我说我每次都会提到 我2009年去大陆发展 那2009年到 差不多讲学差不多一年 到2010年 差不多就讲学完 那这个过程中还有去 在北京刚好跟那些资深的中医师 讲伤寒论 那当时候在谈的时候 我就记得那一幕 当我在讲桂枝汤 底下的老医师是不服我 他看我台湾来的 而且中医就是大陆发展的嘛 你怎么有资格在台上 跟我们这些老医师讲伤寒论呢 所以当我在讲桂枝汤 他们就讲麻黄汤 反正我讲什么 他们就会在台下起后 这时候我只有一招 就是我说好 你们反正我讲什么 你们就有话讲 那这样说吧 我说伤寒论里面的所有案例 我全部做过 我这一句话 我在他们面前都是老医师 我说我都做过 当我这一句话讲出来的时候 台下就哑怯无声 也就是大家在谈的时候 都可以侃侃而谈 每个人都对中医的理解 都可能有自己的看法 但你看法是归看法 我已经就是 当我讲这一句话就是 好我不怕你们来挑战 就是大家既然都是医师 谁也不服谁 那就是做做看法 我就说所有案例我都做过 那这样讲出来 我就是说这样吧 你们现在在身体上 有什么不舒服的 我什么也没带 我那时候什么也没带 我说你们现在哪里有不舒服 我立刻解决 不要再看口头了 因为这样的争论 没有什么意思 那时候台下真的就不敢讲话 然后第一个举手是一个 我印象中是七十几岁的老医师 他就说他腰痠已经几个月 很难过 那我说好你出来 那我们刚好有带枕极刷 我就叫他趴着 然后因为他年纪大 我做得比较细心一点 就是来回慢慢做慢慢做 油浅入深 应该做了有四五分钟 一般如果年轻的 我大概两三分钟就可以解决了 那因为基于年纪到 我比较谨慎 所以用的力道也比较轻 然后四五分钟做下来之后 然后我就叫他感觉看看 然后他一直想找看看还有哪里痛 那赚了几千实在找不出来 所以他也服了 他就说真的 我那个腰痠已经改善了 不见了 这时候台下更不敢讲话 那这时候主持人本来要离开的 因为主持人听说 上一堂他有请另外一个医师来讲 不知道什么课 但因为他那个刚好胃有问题 好像胃溃疡还是怎么样 然后很不舒服 他主持完他就走 这一堂他原本也是要走 然后看到 我正在只要有病 他就可以解决 那他就留下来 他说他就举手 他说我现在胃 因为已经痛了几天了 那我说好吧那你也上来 那我们都知道 好像刚刚第一位腰痛 痛多数他处体伤 所以我按推一定就可以解决 那他这个胃痛 也是痛多数他处体伤 绝对难不到我 所以我也是叫他趴着 然后也帮他做了几分钟之后 他起来他跟我讲 哇怎么比吃药还快 他现在吃药都没有办法立刻解决 这样按了竟然胃真的不痛 而且我讲完课 我们去吃饭的时候 他还陪我去吃饭 等于那一堂课他几乎从头听到了 所以我的经历就是 竟然我经历了这么多 所以我说当医生本来就是要解决疾病 那遇到这么大的问题 跟中医界也不一样 那到底是谁是谁 谁是谁非 那很简单嘛 如果是真理的话 不要不怕印证的 那我们就把患者拿来看看 那马上就有答案 但好像这几年也没有 就是原始点继续推广 很多中医师也在用 私底下也在用 但是好像继续把中医 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紧紧抱着不放的也有 好像也不敢跨过这个门槛 那这样终于要进步 我认为确实是值得深思的 所以在讲这一段 我是感触蛮深 也是因为我讲这一段 好像中医师就感觉我已经 离经叛道 所以跟我也慢慢渐行渐营了 有这种味道 但我也觉得反正对就是对 如果是真理 该坚持的就是要坚持 那学问这种东西 就是要拿来讨论的 那学问不管 大家写的有多好多流畅 或里面书中写的怎么样 暂时可以放一旁 因为这些理论 不就是要解决病人的病痛吗 那如果我们把病人做做看 不就知道答案了吗 所以我还是希望将来 有机会能够多跟这些医师 大家交流一下 包括含热性体质也是这样 含热性体质中医也说 它含热交杂 以前都有这种说法 比如说虚火 虚就是含嘛 那既然又有含又有热 然后还有病人是 突然间感觉一阵寒一阵热 那到底是热性体质 还是含性体质 这时候因为他们中医 他们已经把这些含相的症状 或热相的症状 单程和作为体质来辨证 所以既有含又有热 那就是含热交杂体质嘛 或有人说哎呀他口干舌燥是上热 那下面却拉肚子那就是下含 那怎么一个生理会有两种不一样的体质呢 或表热的类似这种说法 那这些其实简单讲都是体伤跟热能不足引擎 所以只要你手法到位 外面热炎温敷够 这些都可以化解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 当这些医师提出很多理论 大家针锋相对的时候 那就对了 大家做做看 马上就有答案 所以大家也不用坚持 做做看马上就知道是真是为 所以我最后的结论就是 故不可将果作因 绝对不要把这些热相的症状 当成热性体质 这是有误的 那也不要认为有含热性体质 只有含性体质 没有热性体质 这是原始点坚持的 所以有人说 这个跟火神派很相近 但火神派敢讲 没有热性体质吗 他可以讲到这样百分百吗 还有他有外置法吗 如果没有外置法 你体伤不能解决 你是无法知道 有时候你即便说用温热 热也进不去 症也解决不了 所以这个跟火神派虽然相近 但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不论含良性中药 如银花 莲窍 黄莲 或含良性西药 如点滴 抗生素 退烧药 泪固醇 马飞 在被吸收转化的过程中 必然会比温热性药室 消耗更多热能 既然如此 为何有人服用一段时间后 症状也会消失呢 这是由于 这部分人的热能 尚足以维持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并将含良性药室 吸收转化为热能 如此 既可使吸药之成分发挥 暂时抑制症状 甚至还可自行修复体伤 使疾病得以疗愈 但对体力虚弱者 含良性药室 不但不能解决疾病 甚至还会透支热能 加重体伤而危紧生命 由此可见 疾病症状之所以能够得到控制 乃至痊愈 主要是靠自身修复的 但因病人及医师 多认为是这些含良性药室的功效 所以才会有人因身体有症状 或检查出有异常而长期服药 殊不知 在日日消耗热能的情况下 会使体力越来越弱 且此观点已犯了老病不分 即气阴谈缘 而说缘治过的过失 如此颠倒 那我说既然没有热性体质 那为什么有一些含良药 还是可以达到致病的功效呢 不免就有人这样问了 这也是成绩上一段而来 那中药也有含良性药 那西药的几乎就不用说了 它的含良性又比中药更胜之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那这里也没有一一夺裂啦 我们这里有一些举例 那这些中西药 为什么会有效呢 在被吸收转化的过程中 照理应该会比温热性药食 消化更多热能呢 那为什么服用一段时间 还是会好呢 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里我们就说了 表示这个人体质不错 第一个一定是体质不错 也就是他的热能还够 虽然他生病 但他没有很弱 还可以维持 我们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那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有症状 虽然有症状 那含良性吃了 他因为他维持正常运作 他本身就可以修复体伤 是因为这样来 所以他也可以把含良性药食吸收转化为热能 如此就可以怎么样 使吸药吸收之后发挥 然后来达到抑制症状 他可以做到这样 那我刚刚也讲 他还可以进一步怎么样 热能够推动组织器官维持正常运作来进行修复体伤 那这样疾病也可以得到疗异 所以我们来看很多像感冒 感冒我就试过以前早期年纪轻的时候 我也吃西药 吃了感冒差不多也是五到七天就好 但有时候也就不理他了 就知道感冒发烧也都不吃药 不吃的情况下 最后也是五至七天就好 那我就在想 那吃药也是五至七天 没吃药也是五至七天 那表示这个药 没跟不吃一样嘛 有吃跟不吃一样嘛 所以我就从中也体会到 真正能解决疾病的原来是我们身体本身 根本也不是这些药 那但是需要他发挥成分的时候 比如当你流鼻水 发烧的时候 甚至咳嗽 你一吃 这些症状暂时都可以得到反解 因为他这些成分都可以被吸收转化 来抑制症状 但是等药效过了 他又复发了 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疗愈呢 等体力完全恢复 他体伤修复好 而这时候就自然可以得到疗愈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说 我吃西药病也可以好啊 但要了解 真正好是你自己身体自我修复 而非这些药 何况这些药如果长期吃 都是含良药 你体质会越变越寒 以后可能就不是 五到七天就可以好 有些人感冒就可以拖到 甚至一个月 那样还要看体质 所以这里就提了 那万一体力虚弱呢 这些含良性药食 就不一定能解决疾病 甚至还会透支热能 加重体伤而危及生命 所以这些感冒 有些人还是会挂掉 这也没有什么好夸张可疑 我说就像这次新冠病毒嘛 死的人也不少 但这些其实从疾病来看 就是一个流感而已啊 就是一个体伤跟热能不足而已啊 所以要解决不难啊 应该如果头部有体伤按一按 那如果呼吸困难 上背部按一按 然后一定要加强热源的温度 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好 那我们看 这个对危及重病 如果你是用还是用含良药 不但病不能好 甚至我刚刚举的例子 就像安宁病房见到患者 或是在基金会见到的 这些都很寒了 还是开寒良药 那最后的结局 就是我说的 甚至就丢了命了 那这里我们就可以 做一个结论 就是疾病症状之所以 能够得到控制乃至前瘾 原始点认为 就是靠自身修复 也就是人体本来就有 自愈力跟修复力 很多病 都是靠自身修复 所以在身体不好的时候 你只要懂得 让它组织如何维持正常运作 然后加强热源的补充 它确实可以达到这样 但有这样的理解的人毕竟少 因为西医常常特别强调 西医他们的医疗方法可以治病 或是讲法都是这样说的 西医药可以解决症状 比如你高血压糖尿病什么 那一定要吃什么药 吃什么药 或是附水你一定要吃利尿剂 然后睡不着一定要吃镇定剂 类似这样 就是一直强调这些功效 让民众也误以为 确实这些药确实有功效 但如果你进一步再看 如果是有功效 为什么很多病都不能根治呢 而且甚至就吃一辈子呢 比如像高血压糖尿病 有人吃这些药好吗 也没有啊 一吃就是一辈子了 所以也因为西医特别强调这些药的功效 还有病人也相信了医师的话 所以才会有人 只要身体有症状 或检查出有异常 那就他们就会开始尝起足药 但这些都没有考虑到 这些药都是含粮啊 都会消耗热能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每天吃 体力一定会越来越差 更重要的是 这些观点 你犯了老病部分 怎么说呢 因为一期检查出来的异常 我们说异常指的是异常指数 比如高血压糖尿病 或异常形态 比如说关节变形 及椎间盘突出五次 甚至肿瘤之类的 这些都既非症也非状 他们根本没有症也没有状 本身不是疾病本身啊 所以很明显吧 他不是治疗对象 他们是属老而非病 所以你把这些检查出来的 当成治疗的对象 治病的对象 那就是犯了老病不分了嘛 然后如果你有症状 又比如说你睡不着觉 就吃安眠药镇定剂 你痛了就吃止痛剂 甚至激素 甚至贴麻痹来控制 但这些都会让体力越来越弱啊 而且你太强调了 盐的重要性 反而这些方法的重要性 反而忽略了身体 才是真正能解决疾病 那不就是又犯了一个 我们前面讲的 细阴谈炎 你不谈身体体质 却强调这些药有什么功效 而说炎治果 不是又犯了这样的过失了吗 所以这里决于就是如此颠倒 避陷为待啊 这样观念不清不楚的 然后每天又这样用 那当然一定会让身体变得很危险 有热能则生 无热能则亡 随着年长体衰 体内热能会越来越弱 通过医疗保健支援 改善体伤及热能不足 虽可达到有病可保命 及疗愈疾病 无病可抗老增瘦 预防疾病 但却无法使人不老 不病不死 一级再好的治疗 人都会有热能疆解 大限一致的一天 此时需避免使用 侵入性治疗 及含良性药室 在不破坏身体 及消耗热能的情形下 患者才能保持 神识清明 安详此事 由此观之 要健康长寿乃至善终 既要避开伤身治病之源 又要善用医疗保健之源 即日常起居 不仅要避免受寒 还要重视热源 运动 休息 及情绪的管控 必要时 还要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患处痛点 最后若热能耗尽 体力尽失 人生却已走到尽头 那么就让生命 自然的凋零吧 好 我们这一 最后一段就特别 因为这一篇的主题 也是热能 那热能的重要性 如果说疾病有体伤 跟热能不足 那热能就更重要 因为你 如果热能不足 严重不足 就是重病 重病就是有生命的危险 那治病的 治疗疾病最重要是要保密 不是要解决症状 是要先保密 要不然你症状改善 人却走了 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热能在我看法是 因中之一 重中之重 为什么 因为你有热能才能生 没有热能就一定死的 所以 但这个热能 略会随着我们 年纪越来越大 他身体就会变得 越来越衰败 那我们的热能 也就越来越弱 这是 无法逆转的 所以 即便你通过 再好的方法 也就医疗保健之业 来改善我们体伤 热能不足 虽然我们可以 有病达到保密 及疗医疾病 无病可抗老增寿 疫防疾病 也就好像我们生老病死都可以做到 但是有一点我们没办法做到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让人家 再好的方法都没有办法 使人不老 不病 不死 那是不可能的 我记得 这个我就会常常想到一个故事 当然秦始皇那个故事 求长生不老之药 但最后也是找不到 那我记得以前 有一个故事是这样 他说 一个人听到说 山上有一个人 已经有一套 长生不死之树 他就很羡慕 他说哇 竟然在山上有 听说有这好人物 那如果他能够学到这一套 方法的话 他不就是可以不死了吗 那这个真的很诱惑人 所以他听到之后 马上就收拾行囊 往山上去找这位 得到高人 想看看能不能学到他要的 长生不死之树 那最后也找到那一座山 在爬的过程中 也问了当地的人 是不是在山上有这好人物 人家说有啊 确实有 那他说应该怎么找呢 他说可惜啊 你来之前不久 他刚好死掉 哇这一个人听到之后 非常难过 垂胸顿足啊 他就说 哎我晚来了一步 要不然我就学会了 长生不死之树 你看 人之所以遗迟到这样了 对方已经明明都死了 已经告诉你怎么会有呢 你还在垂胸顿足 还很遗憾你晚来几天啊 所以 再好的方法 即便原始点再怎么研究 都不可能做到 让人家不老不病不死 那是不可能 人会老 但没有关系 原始点可以让你延缓衰老 人不可能不病 那病了 你要有正确的方法 你就可以不会恶化到 连命都不保 甚至很快 就可以把体伤热能不足都改善 你疾病也很快 就可以 快速疗医 那虽然他不能做到让你不死 但却是可以延缓你的寿命 延长你的寿命 不会死得那么快 他只能做到这样 所以从这一句话 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了 再好的治疗 人都有热人将决大限一致的一天 这是大家一定要有认知 所以很多患者常常来问我 哎呀我这个病用原始点能不能根治啊 他们那个根治 我就在想 他以为原始点现在把他的病医好 以后就不再病了吗 没有一种东西是可以做到这样啊 你今天感冒好 即便把你治好了 我怎么有办法保证你几个月后又不感冒呢 或是今年不感冒明年就不会感冒呢 我也不敢这样保证了 更何况有人已经到到命危了 也就是死期 就是大难临头 然后死期将至 已经有到这样的危急的情况下 但这些病人还是不了解他的情况 有时候也会问我 我的病是不是不会死 这个我就听到一个医师讲的 我觉得他回答的还蛮好 他这位医师如果遇到病人 问他这样的问题 他是这样回答 他说不 你会死 我也会死 如果我能够让你不死 大家都不死的话 那不是大家都成妖怪的吗 所以不要有这种想法 不死是不可能的 但应该是说你这个病可以改善 或是你真的已经危急到 真的即便救不起 但我这样的处理 能够让你的生命再延长一点 然后死的过程中 能够减轻你的痛 让你可以得到善终 那不是人一辈子不就是要有一个善终吗 就是不要死的那么痛苦吗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我认为 即便有这么一天已经来了 那确定了 那我们应该要懂得 如何让患者保持神事清明 安详时事 那同样在这个过程中怎么保养 是蛮重要 所以最后结论就是 你要从生下来 一般人都会面临老病死 那如果你要健康长寿到善终 那你有几件事要做 第一个就是要避开伤身致病之炎 这什么是伤身致病之炎 影响身体之炎 这一篇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比如压力 劳累 熬夜 甚至一些外伤 甚至一些病毒所伤 意外 比如说抗伤 好 这些要避开 那同样也要善用医疗保健之炎 那这里就举例了 日常起机要避免受寒 要重视热炎 运动 休息 还有情绪要管控 那如果有疾病的时候 必要的时候 还可以按推来解决疾伤 那按推就是按推原始痛点 乃至患处痛点 好 那最后真的已经 所有方法都用尽了 然后热人也不再恢复了 那看这个人体力也尽失了 这时候确定人生已走到尽头 那最后要交代的就是 如果人生真的有这么一天 来临的时候 就不要再做一些无谓的治疗 比如气切擦管 擦鼻胃管 甚至CPR 类似这种 那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 只会让痛苦 患者更加痛苦而已 有时候我也觉得 当我遇到这样的患者 明明看已经很接近到 热人耗尽 体力尽失 而且应该是人生走到尽头 但我看他还问我 能不能活 要老实告诉他嘛 你必死无疑又不忍心 但不告诉他嘛 他又不知道他死期已经到尽头 他还想用各种方法 哪怕一些破坏性的治疗 哪怕能延长几个小时 甚至几天他都愿意尝试这样 但他没有想到这样的痛苦 何必呢 多活几个小时几天 有什么意义呢 不就是更加的折磨吗 所以如果到这个时候 我认为人应该要有智慧 真的要放下 该走就走 而且何况人生 也不是只有这一辈子 如果你相信因果 有因就有果 那相信因果的人 我相信他知道来生的重要性 就是这一辈子 如果我做得很好 我下辈子 不至于去一些坏的地方去 甚至可以 如果有信仰还可以 如果信基督就还可以蒙族重召 那信佛教的还可以 往生西方类似这样 那就会走得很心安 所以人生即便走到尽头 也不是什么都没有 我觉得 应该往下一个阶段 然后要把这一辈子 这种残破的身体 真的看开了 然后平静安详地走 走到你未来的 可能想去的地方 那这样让生命自然的凋零 也就是不要再有什么 人为的破坏